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么相信我 觉得我的提示又参考价格 之前其实在这个节目中 我忘记了两个星期前还是三个星期前 都跟大家说 在现在这样的环境 美元看来会再强一段日子 美元对其他东西会再上升 一段日子 就算不升 也会维持一些强势的日子 一段日子 你看看美元对日元对欧罗 都是很多年很多年的高位 在这些情况之下 香港还是联系汇率之下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香港就是一个资金避难所的角色 好了 今次最主要的资金避难所 是给哪些资金避难呢? 考考大家刚才有没有听书了 刚才不是说 大陆如果再增发人民币 要人民币有些东西要放出去 其实第一站很大可能就是香港 所以我早两三个星期都说 香港的股市就真的不要看得太淡 甚至我觉得香港的楼市都不敢看得太淡 虽然现在说 有很多香港人走 放盘 但是香港的楼市 现在的情况就是 一手楼和二手楼的市场 基本上就断裂了 因为辣椒的关系 香港二手楼市场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状态 一手楼市场是变了很主导 一手楼的发展商定价也好 它做按揭的方法也好 都比较能够規避辣椒带来的影响 所以 当中又以香港的一些地产发展商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看得太淡 但是你说它们是不是会 股价会暴升 你知道如果在大牛市的日子 一日升三四个百分比 那些很开心的大牛市 我又不敢说会是那一只 看样子也不像 但是慢慢的 和你一年升十个八个百分比 那一只 我想都可能做得到的 和之前有些不同 之前的世界 我们会喜欢炒一些有息口的东西 因为畢竟在低息的环境 很多时候有稳定派息的那些 我们真的觉得它们是一些可以财息兼收的股票 在这一次 现在这个环境 又不是那么吸引 所以 这些就是 你问我 我会觉得 大家在投资方向可以想想的 那当然 我知道这个朋友的值 你不要跟我说分析了 你给个订阅 我就不喜欢给订阅 对不起 因为 有几个原因 第一 我给个订阅 告诉你 上车什么位置上 目标价多少 你是不是真的会守得这么紧 因为我都在财经评论 都打了十几年 我是见到很多这样的故事的了 就是 给提示的那个朋友 说得明白了 叫你看多久 什么价位好 但是 听那些人就听一半 不听一半 说真的 你如果问这个问题 然后只是叫我给你个订阅 那些 我都觉得你通常都是听一半 不听一半的人 上了车 不下车 然后过了站 就去问 现在怎么办 我就很害怕这些情况 所以 我怎么也要大家 负一部分责任 就是你自己要看个位置 我给你一个方向 什么位置上车 什么位置下车 你自己看回 这个是你自己判断 那当然是这么废的 其实呢 老实说 这种预测其实是很动态的 会随着时间 新的资料出现而改变 如果我每一天跟你做节目 说股票 我说不定 我都还敢说得更具体实在 我现在一个星期一次 又不是每次再说那一只 很难搞的 第二件事 我不知道你身处在哪里 因为如果你在美国的话 我又可能会建议一些不同的做法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有税务的问题 在美国我会建议你 可能会建议你买楼 在买美国楼 但是有些特别的方法 有些特别的原因 你要怎样去买才可以减少了 那些资产增值税等等的问题 因为在美国买楼 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可能 最终表面上账面又赚大 扣买税 扣买手续费 扣买佣金 扣买那样 扣买那样是没有赚都不定 还有第三个问题 就是你这笔钱可以放多久 你又不跟我说 你这笔钱可以放多久 你这笔钱是放一两年的 是一个做法 你这笔钱是打算放十多二十年的 是另外一个做法 诸如此类的问题 其实我一定要你回答到 之前也有其他朋友问 现在英镑那么弱 买什么好 等等等等的问题 其实我也一定要知道一些背景资料 才可以很具体的 但是这个其实我想说就是 在一般这些公开节目里面 如果这个真的 我苦口婆心地再跟大家说一次 投资不等于消费 我发觉你们很多人有个心态就是 将投资当作消费 听不明白什么叫做投资当消费 就是可不可以买什么东西就可以补平安 就是好像那些人去看风水 看那些迷信东西 买一件皮帽放在家里就可以挡住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消费的心态 投资不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投资是有些东西要你改变一下你的习惯 就是投资像保健 不是说吃了什么就等于保健 你的身体就会好 保健是要你早睡早起 有很多生活习惯要改变 其实投资都一样 是一种习惯的改变 是一种看法的改变 那么这个是我 我想我和其他看财经的人有点不同 我知道坊间有很多财经的评论就是 可以了 总之我给你个数字 你接着买多少钱入多少钱出 其实我也可以跟你说 我今天是拉斯维加斯 你去哪里有轮盘桌 你买65号 他总有一天会开65 问题是你买多少铺才行 是不是 就是教人赌钱不是这样教的 所以呢 我想我可以说到最尽就是刚才那几样 一不要看谈香港的股票 不要看得太谈香港股市 香港股市 还是有资金被封港的作用 尤其是现在大陆将会 看他的势都会又再一轮放水 美元又这么强 他们就是要堆回去 买香港资产的那个动机是大的 就是这一点 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么很具体的香港买什么呢? 第二就是 以前我们那些稳定派息的那些 例如什么领战啊 中电啊 煤气那些 这一轮又未必会那么吸引 就是我说的 对上那一轮是说的 由09年开始那一轮 就是10年 一个大运的那种 看来至少在新的这个大的周期 不是炒回那些东西 OK 好了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 如果你是处身于香港的 刚才那些就对了 如果你不是在香港的 你还要考虑其他税务问题 尤其是如果你在美国 有环球征税就要特别小心 没有环球征税那些地方 如果我没有搞错 你的人在那里 你炒其他地方的股票 要赚到钱 其实理论上可能也有税务的要求 那就 问回你当地的专业人士去帮你了 这样 好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亦都是在YouTube上面留言的 那么 这个问题也是很普遍的 今次又是说了 希望大家记住了 那么这个问题分两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金管局现在发行了多少港元 就是香港最少要有多少美金去顶住 其实在目前为止 这个金管局在香港发行了多少港元 大家其实每一天 真的金管局每一天都有去公布的 那么每一天公布的那个数字 现在我大概 我在记忆找回给大家 就是差不多是说六千多亿的货币基础 就是他们那样东西就叫做负债证明书 那负债证明书是什么呢? 香港有三间发钞银行 包括汇丰、渣打和中银 那么它要去印银子 第一件事就是它要把每七个八港元 它就要放一元美金 存在金管局里 那么在现在这一刻呢 大概是六千零七十亿 刚刚看到的数字 是港元 六千零七十亿这个数字 是香港总发行的那个数字 OK 总共发行的六千七十亿 另外我们政府自己发行的 就是我们的银仔 十元纸那些 就大概是百三四亿左右 那么这两个数字 加上就是大家时时所说的 就是我们香港发行的多少银子 再说多一次 百分之一百是可以给到美金 这些你不需要担心 另外一个我想大家不太明白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银行结余 总之现在整个香港 你说我们那个大致上的总数 大概是两万多亿 两万多亿其实是 不是这么多个银行户口的结余 只有两万多亿 因为我们其实银行还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大家要知道 有时候的数据是 我用你的按揭去做比喻就最好了 你如果是买楼 那你买楼其实一次过 你可能给了三成首期 我当一千万 那你给了三百万首期 另外七百万只银行借给你的 这么说 然后其实在另外一边商 就是收了你钱的发展商 就有一千万 他那个现金就可以立即提走 拿去用的 那当然发展商拿了一千万 其实他又会拿去再去 就是 存放入银行 银行又有存款 然后又可以借给人 于是这呢 其实 银行本身的资产负债表 就是我们银行有多少钱 以及银行 它整体的大数 其实是有一个差别的 大概银行 就是它那个杠杆呢 是说十几倍左右 就是说 现在香港整体可能大概是 二十几万亿 这个实数我就没有了 而背后大概有的就是两万多亿左右的钱 这些钱呢 我们真的叫钱 是有资产做根据的 就是包括刚才说的 六千多亿的银行 另外有一些结余 就是其实在那个以上 多了出来的一些 二千多亿左右 是真的可以任何人 走过去挤港币 我借港币挤给金管局 他都还可以 就是拿到美金出来 帮你兑换的 大概有二千多亿 那令市还有 就是一千多亿 sorry 一万多亿的呢 那些是什么来的呢 那些就是我们叫做外汇基金票据 那些外汇基金票据 那些外汇基金票据 其实就是 我们时常说 那银行那个 银行究竟那些钱在哪里 其实银行 就是以这些外汇基金票据 作为它那个 就是资产的 就是抵押 你当做 在那里 那里大概 是万送的 好了 这些数字 是天文数字 这位朋友 问这个问题 其实 他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 那够不够钱 去给所有钱 好了 如果是银子 就是你打开你的银包 看到一张一张那些 是绝对可以给到你的 OK 第二 存款 你现在 有的那些存款 如果全香港人都走去提出那些存款 银行体系是一定不够给的 问题就是 不仅是香港 是全地球 是全地球 没有一个地方的银行体系 是可以 找到这些数 美国也是一样死的 如果全美国人一起去擠提的话 美国的银行都会一起倒闭 全世界所有银行都不可能有百分之一百 可以找到这些数字 所以这个问题本身 是反映了 大家根本不信任一件事 其实如果你不信任这件事 你是不需要去问其他问题的了 因为你选择所不信 所以 有些人 就是我觉得 香港人为什么会对于 就是 港元这个制度 开始失去信任 有两个原因 一就是 因为这个 就是中国大陆的影响 令到大家开始不信这个制度 第二 其实就是 在97、98年那时候 当时 其实 根本 就是我说到牙血都出迷 大家就说 那时候被大岳冲击 因为那时候 曾蔭权 任志刚那些说 我们被大岳冲击 是不是 索罗斯搞我们 好了 就是大家经历了二十多年 尤其是经历了过去那两年 这帮人 这帮香港官员 大陆官员 他们把所有责任 赖到外国人身上 这帮人 难道你们到今天都还没有学得懂 是吧 我没有听到任志刚去解释 当年 1997年10月23日 黑色星期四 为什么银行体系结余 去到这么低 就是因为 941 中移动上市 那时候中移动 还不叫中移动 叫中国电讯 在一天之内 这只巨无霸国企 它为了中国的外汇储备 贡献了当年的中国外汇储备 百分之四 一天之内 是抽走香港资金的元空 就是中国 当年发生的事 他们竟然可以把一只锅 一二三四 在索罗斯那里都可以 是吧 那好了 说回金融系统 其实当时港元很快已经回复了正常 但是因为那一个这样的冲击 触发了香港开始资产的 我们叫做香港也有去杠杆化 但是其实你说 是否捱打了很久呢 其实也不是捱打了很久 一起都是前后一年的事 有时候经济周期 有一年的 就是 这些这样的资产价格的 泡沫爆破之后的 就是 小小的衰退 闲事一中 是吧 是吧 是吗 不用说到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呢 是吧 那到后来 任志刚 将本来 是真的不需要去改变的 联系统制度 硬硬闲建了一些东西 其实他那时候被人骂一招 其实根本不惯他事 但是他之后 将联系统制度改变的方法 才是真正的问题 就是 就是将香港和美元的匯率 由7.8%变成7.75%到7.85% 大家 不是啊 有个走盏位不是好些吗 好在哪里 就是我 我想很多人很形象化地想 就是 哎呀 有弹性 可以移动 这些是很明显 是出于对经济学的模式 才会想到这些东西 一个好的制度就是 出在它简单 容易明白 复原能力强 本来香港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那 Anyways 好了 我说回这个联系统制度 就是 大家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很担心就是 香港的钱 会不会被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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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叫做 涛空了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就是说到牙血都出的问题 就是 其实我在过去过去过去两个月 就是不断重复 想告诉大家 就是如果香港的货币制度会转变 那个路径 我觉得最有可能就是 他们会慢慢走 雙轨制 然后劣币驱逐良币 慢慢就是 外汇管制 由人民币 慢慢涵盖到港币 那个过程 应该是这样发生的 但是大家就是很想听 就是 哎呀 他们当然会偷光我们的港币 偷光我们的储备了 那 甚至乎去到那个所谓 货币互换协议 都有过这样的想法 好了 货币互换协议是什么来的呢 很快再说一次 货币互换协议 是一个有抵押的借贷 在世界上 最初出货币互换协议 那个就是 美国联储局 那他大概都是 在过去20年发觉 很多时候 因为每次有经济危机 大家都会抢 扣美金 反过来 机会就很少 通常都是 哪里有金融危机 甚至乎 美国有金融危机 也好 第一件事就是抢扣美金 那货币互换协议 其实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由联储局 去借出美金 那联储局借出的美金 其实就是他喜欢 人家多少人多少 但是 是有一个抵押的 通常就是用那个央行 自己的外汇储备作为抵押 压度就很视乎 你放多少外汇储备 去做抵押 那渐渐就由联储局 去变成欧罗 变成很多地方的央行 自己互相之间 都有这样的安排 本来是一个很正常 很正常的做法 那问题就是 又是你中国政府 大家信不过 那信不过 那当然 就是大家 就是 就是 会对他有一定的怀疑 而甚至乎 我都很坦白地说 刚才都说了 人民币离岸市场 就是在人民币 人民币有两个市场 人民币在场内是一个市场 在场国以外的人民币 其实无论供求 都是很受到他们操控 有什么人要需求人民币呢 通常就是那些一带一路的国家 他要还债给你 就是中央人民政府 那就要用人民币 说到没有 那好了 供应了 其实供应来来去去就是 那几家国企的大的央行 不是央行 政策银行 大的全国性政策银行 就是中行建行 工行等等 那你想想 其实本来就已经是由中国的国有银行 作为一个市场庄家 提供这些流动性 你做什么还要做多一个货币互换协议呢 你看就算在香港 在金管局的网站有一个数 每一天 我们所谓人民币的流动性安排 每天都是拿这么多钱 为什么每天都拿这么多钱呢 叫做让户口移动一下那只 就是好像我们有些人 家里有个 开了很久的银行户口 你不移动 人家就当你的户口死了 有时候提20元 又存回20元那只 香港的人民币流动性就是这样 移动一下户口 没用的 因为根本已经有庄家 你为什么要我们去帮你做庄呢 好了 这个朋友他提的问题就是 那怎么样 如果借了钱还不到那怎么办 那他说我不用澳洲做例子 我要用斯里兰卡做例子 这个问题就好了 大家知不知道斯里兰卡 就是现在我们 斯里兰卡有很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之前有金融危机 斯里兰卡和哪些国家有货币互换协议 大家知不知道 原来是有几个国家和斯里兰卡 政府有货币互换协议 大家一想就想到 一定是中国有份 是不是 另外一个就是印度 在几个月之前 其实印度央行有向斯里兰卡 政府借出一笔钱的 但之后也还了 因为其实当时 这个安排 斯里兰卡政府 都是要用外汇储备去做抵押的 如果你不还的话 你连那小小外汇储备都没有了 但当时做这件事就是避免 刚才也说了 货币互换协议借给你 不是就这样借给你 他为什么要借给你呢 原因就是他不想你 尤其是当时联储局提出的原因就是 我免得你沽你自己国家的货币买美金 就令到你自己贬值 我升值 因为美元是这样升值 每次都不是办法 但是你说 就是印度努布 对斯里兰卡的货币 那个币值的波幅 其实不是一个这么大影响的一件事 这里开始就牵涉到一些技术的问题 我简单地说 其实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全世界的货币 那个对口单位 相对哪一个货币而言 从来都是用美金作为主导 我们是仍然身处于一个美元化的国际金融秩序之下 所以这个货币互换机制 最有用最重要的一条信贷額 是对美元 刚才说斯里兰卡币的过程 就是斯里兰卡币这个故事 如果大家回看 大概应该是早两个月 中国人民银行和斯里兰卡 政府原本有货币互换协议 但是中国人民银行 拒绝向斯里兰卡发出借态 原因就是怕 国际货币基金会 要求中国人民银行 暂缓这个还款的要求 所以他就说 如果有机会是 就是 IMF 出面说 叫中国人民银行 不要追债 所以 中国人民银行 直接就连这笔贷款 都不向斯里兰卡 借出了 各位 我不是想说 中国有多么无道義 而是 我想解释给大家 就是 刚才 就是 这条问题 提出问题的那个朋友 那怎么样 他不还钱 是不是可以派兵去打他 其实在二十一世纪 不是再用1700年的心态运作 好不好 认真一点好不好 就是大家不要再想着 是不是好像几百年前 我派兵 就是不是这样运作的了 如果一个对口单位是 美国联储局 第一 他印美金给你 其实没什么成本的 第二 就是 你的外汇储备呢 其实就会无助的了 理论上 因为那是一个抵押品 那你看印度 对斯里兰卡 那个这样的运作 就是 你不是一个 没有抵押的借贷 你也不要用 人与人之间 借钱你不还 我就找 白衣人去砍你 就是不是这样运作的 这件事 所以 这里牵涉到 比较技术的问题 其中一个 技术的问题 就是 斯里兰卡那些 我会处备在哪里呢 斯里兰卡那些 我会处备是什么 是不是美金 是不是一张张的美金 不是 其实都是一个账号 一个账面的价值 挂了在 互相央行之间的 一个对数 来的 如果我放了一条数 给你 你不还的话 你本来放下的那些 帝额也会消失 当然 也有些朋友 再阴谋论一点 就是 其实整个金融体系 都是一个数字游戏 根本的东西没有存在过 你绝对是可以这样去想的 问题是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美元 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是不是 一张一张的纸 是有什么意思 是没有意思的 那么 我欢迎你回到 金本位的世界 可以快点 把手上所有的钱 就换掉黄金 放在家 收在床下 那就最安全了 还有我想说黄金的价钱 现在都在下跌 所以